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平时在做视频的时候 图片上的水印非常的苦了 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在寂寞AI做出来的图片 怎么样才让它没有水印啊 这个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不管你是新手小白 还是想提升效率的创作者 这个技巧真的用好之后 就不用再去给它裁剪了 好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在寂寞AI做图片 怎么样才能让它没有一个水印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图片做好之后 它在这一个上面还有在这一个下面 它的左上角和右下角 它就有很大一块水印啊 好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没有水印呢 好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一个怎么来操作啊 好废话不多说 好我们先来生成一张图片来 好我们生成图片做好之后 图片生成好了之后 好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水印啊 AI生成的一个水印 好我们在这里下载 如果在这里下载下来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图片 好这里很明显就看到这边有一个AI生成 还有一个寂寞AI这样的一个水印啊 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让它做出来没有水印呢 好接下来我们看重点 好我们就点这里去画部进行编辑 好在我们这个画部编辑里面 它是没有的一点点的水印的哈这个水印是没有的 好我们在这里可以操作 比如说我们在其他图片做出来的有水印 我们可以在这里上传上来 好把它一步重绘或者是消涂细节修复 好我们先把这个图片这里就其他 如果你需要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把它消除掉的话 这里有一个消除笔 好比如说这一块 好我们不想要这一块 好直接把这里把它抹掉 好抹掉之后这里直接点这一个消除 好很快的我们这张图片 它这片的树叶它就没有了是吧 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倒出来 倒出键这里有一个 右上角有个导出键 好我们直接点导出 这里有个下载 好下载下来之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刚刚做出来的图片 是不是完全没有的一个水印 好我们这个是没有水印的一个技巧 我们在做寂寞AI图片的时候 好如果你在其他的图片 好我们想上传一个其他的图片 好比如说我想要这样的一个图片 但是它上面有水印 我们也可以把它消除掉 好我们这里直接把它上传到我们这一个实时画布 好我们这一个低层的刚刚这一个小恐龙图片 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们这里直接把它删除掉 好我们那一张底图就没有了 如果你需要有一个底图也可以放在上面 好这里有一个消除笔 我们直接把这里把它涂抹一下 把这下面把它涂抹一下 然后点消除 好了我们上面的水印是不是 完全就已经没有了 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导出 好这里有个导出键 直接导出啊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 是不是它上面的水印在上面 还有这下面的右下角的 还有左上角的 它的水印是不是完全就没有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容易操作这一个技巧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抠图的键 直接点抠图 好我们不需要这个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在这里点抠图 好这边有一个抠图键 好如果我们只想要这样的一个箱子的图片 好其他的不需要 点这里抠图 好直接就自己把这个图片已经把它抠出来了 好直接点 就是它后面的背景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了这一个物品 好这边还有一个局部重绘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重绘 我们需要把这里放一个其他的东西 好点局部重绘 好我们把这个物品换成一只黑色小猫咪 这个效果真的是绝了 可以看到一个纸箱 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猫咪蹲在这里了 在我们的局部图案 不管它是做视频 好我们也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把它做成一个视频 好它局部重绘的话 它还有一个局部转向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的这一个局部转向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头部已经 我们还可以把它这个场景把它换成 其他一个场景 比如说这一个纸箱 是不是已经很单调了 非常的单调 没有什么东西在屋内 我们让它局部重新生成了一个屋内家具齐全的一个场景 好生成出来之后 这个图片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这里一个导图件 这里一个下载 直接在这里下载 这样它出来的一个图片是没有任何一个水印的 这样都我们不用再去重复操作 再去把水印给它去掉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如果今天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后期我会更新更多的AI实操技巧 我们下一期再见